大家好,我是大坑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推理小说史上不久的明天 阿加沙克里斯蒂的代表作 ABC谋杀案 各位敢相信吗 竟然有人向郁满天下的大侦探布罗发起了挑战 最近布罗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署名ABC的狂徒 样样要在8月21号 在字母A开头的城市安多夫反侠杀人案 布罗把这封信交给了警方 但警方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恶作剧并未当回事 直到第一起命案如约发生 警方才意识到事情大调了 安东复城的小贩埃里斯 后脑巢遭到重击死在了柜台后面 布罗和朱说小黑对小店进行了勘查 发现小店中的财物均未丢失 但柜台上却很突兀地放了一本ABC铁路指南 由于死者社会独居老人 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所以经常威胁打骂死者 由于死者分居多年的前夫阿谢尔 成为了案件的投号嫌疑人 并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而另外一位嫌疑人 则是死者的外甥女玛丽 如果由于死者很穷 玛丽并不会因为死者的遇害 而获得任何的好处 而且据调查 玛丽与死者也没有任何的矛盾 因此警方暂时排除了玛丽的犯案嫌疑 很快第二封条案书又寄来了 这次凶手ABC杨炎 又在8月25号 在字母币开头的城市 贝克斯希尔形凶杀人 所以这次凶手很有可能 会在贝克斯希尔对B姓市民痛下杀手 这一次警方不敢再怠慢 但由于贝克斯希尔是个海滨度假区 如今又是旅游旺季 警方对于这片区域的掌控力度不够 最终还是让凶手得逞 餐天服务商贝蒂 被刺激的腰带勒死 横尸海边 而他的身边 同样也放了一本ABC铁路指南 波罗对贝蒂的家庭成员询问发现 贝蒂的姐姐梅干 对于天性放荡的贝蒂 似乎颇有为词 所以经常会因私人活的问题 与汪魂夫塔纳德发生争执 对此塔纳勒也承认 一直以来 他都怀疑贝蒂给他戴了点原谅帽 但苦于一直没有证据 无法给自己一个 设理结束这段恋情的理由 所以案发当晚 他伪行贝蒂打算捉襟成双 却还是扑了个空 之后他便返回了家 从动机上看 姐姐梅干 虽然多少对贝蒂有所不满 但若说要实施谋杀 就流行轻强了 而汪魂夫塔纳德 虽然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但已仅限于杀害贝蒂 若他真是凶手 又为何要杀害爱丽丝呢 想将AB两岸合并在一起 就解释不通了 同时 之前被逮捕的AI嫌犯 死者的丈夫阿歇尔 也因为B案的发生 而写托了嫌疑 之后 第三封条案书 由于凶手ABC 勿将收信地址 白岗公寓写成了白马公寓 所以几经收折 直到8月29号 波罗才收到这封信 由于信中 凶犯ABC 就是要在29号 于C城撤斯特实施谋杀 所以在警方 没有充分时间应对的情况下 凶手又再次得逞 C城的巨父 卡迈克尔爵士 在自家庄园后院 遭到袭击身亡 而他的身边 同样放了一本ABC铁路指南 由于三个案子案发地 彼此相隔出百里 像庄园里的管家 扑人 以及病入肛荒 其将不久遇人士的 死者的妇人 也都因行动不便 基本排除了 犯下连环善人案的嫌疑 所以庄园中 只剩下卡迈克尔爵士的弟弟 富兰克林 以一爵士夫人眼中的 小狐狸精 秘书格雷小姐 还不能完全自证星白 由于波罗还会发现 这一系列命案的关联性 所以波罗想到 将这三起案件 上为完全摆脱嫌疑的 相关人等聚在一起 通过对他们的集体询问 尝试着找到其中的关联性 波罗近日 从A案死者的外甥女 玛丽那里了解到了一些线索 案发前两天 A案死者曾轰走了 来骚扰自己的分居丈夫 并且信任玛丽周三 跟她去看场电影 接着 波罗运从B案被害人的姐姐 梅干道理了解到 最近家里充实着悲伤的气氛 母亲在妹妹被地狱害前 曾给她买了一双新丝袜 作为生日礼物 如今家人看到 那位送出去的礼物 独物四人 也更加的伤心 之后波罗对 C案被害人的秘书 格雷小姐询问了解到 案发当日 她并未在重园中 看到有可疑的陌生人出现 通过这轮集体的询问 波罗有种挥日不去的感觉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信息 被她忽视了 那么平面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条被波罗忽视掉的信息呢 之后波罗来到了C案的庄园 爵士夫人告诉波罗 案发当天 她透过窗户 曾看到格雷在花园门口 与一个陌生人谈话 对此波罗质问格雷 之前为何谎称 案发当天 庄园附近没有陌生人出现 对于波罗的质问 格雷突然想到 确实有一个人来过庄园 她戴着副引镜 穿着寒酸 有点驼背 是那种毫无存在感的人 所以她才会一时没有想起她 至于这个人 当天也只是来推销丝袜的 听到秘书格雷的描述 波罗突然毛丝顿开 A案中 她调查死者经营的商店时 曾在椅子上 发现了一双新丝袜 在B案中 死者的母亲 也曾为死者买了一双新丝袜 而C案中 推销员更是上门 推销了丝袜 这三桩案子有个共同点 就是案发当天 都有一个丝袜推销员的存在 案件也终于有了侦破的方向 之后 第四封条案书又寄来了 选犯这次声称 要在9月9日 地城唐克斯的犯案 而那天 恰好地城举办赛马比赛 大伙猜测 凶肉会在观众席下手 但在人山人海的赛马场 搜索行业人 如同大海捞针 而与此同时 波罗似乎意识到了 凶手更深层次的阴谋 事实上 第四级命案 并未如大家猜想的那样 在赛马场出现 而在附近的电影院发生了 受害人在观影的过程中 被人从侧后方 用力气指杀心脏 一刀毙命 之后 警方接到了日行市民 房东太太的举报 说他有位房客行踪可疑 于是警方来到了 该房客的住所 发现了一箱丝袜 和一台大印机 并在窗底下 找到了一把带血的遮掂刀 经调查 给波罗记人的封信 用的就是这台打字机 警方打算通缉这名房客 不声响房客 竟然主动到警局团自首 嫌犯名叫亚历山大 布拿巴 卡斯特 取名自首字母 且ABC 职业是斯瓦推销员 然而 就在卡斯特自首后 一位名叫斯特兰奇的新生 却找到警方 证实避案发生时 自己正在与嫌犯卡斯特 一同用餐 之后又一起玩了 多米诺骨牌 直至午夜过后 也就是说 避案不可能是卡斯特犯下的 波罗对卡斯特询问发现 此人患有严重的癫痫症 发病时会有所谓的记忆空白 也就是说 其实他并不记得 自己到底有没有杀过人 他也是每次通过报纸 裁掉夜道 北海人被害当天 自己恰好按照公司的任务清单 去过那些北海人的住所 推销过丝袜 而最近的案发生时 他也恰好在附近 之后电线发作 他醒来后却发现 自己的袖口有血迹 口袋里还多了一把 带血的折叠刀 这也让他自责地以为 自己就是这机器 缘缓杀人案的凶手 布罗知道 卡斯特绝不是凶手 而他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索 也终于推理出了 案件的真相 布罗召集众人 准备指出真凶 布罗表示 他一开始以为 既给他挑战书的 是出自于一个疯子之笔 其实不然 这些信都是出自于一个 洋装疯狂的正常人之手 一个人最佳的隐身之处 是在人群之中 而隐藏一种谋杀案 最好的办法 则是混在一堆 别的谋杀案之中 对于这样的谋杀计划 卡斯特既不够狡猾 也不够胆量和智慧 而同时 凶手也一定是与 避案的被害人 贝蒂小姐调过情 这样才能设法 让贝蒂解下自己的腰带 并用那条腰带 勒死贝蒂 布罗表示 大家也都见过卡斯特新生 哪会有年轻貌美的女士 愿意与他亲热 事实上 白岸是暗人有两个 真凶 诡计多端 胆大妄为 假冒的凶手 通脑迟钝 一手人摆布 凶手此前 一直谋划凶暗 直到与卡斯特偶遇 让他产生了灵感 卡斯特的定型症 和维维诺诺的性格 以及那个不同寻常的名字 都成了真凶 反的理想辅助工具 凶手先用打字机 打好了挑战书 并讲解斯瓦公司的名义 雇佣卡斯特 之后 再把那台打字机 寄给卡斯特 美其名曰 办公使用 实则是在塞赃嫁货 最后 郑兄只需要 在犯案的试经点 以公司的名义 让卡斯特去推销斯瓦 并可以保证 每起名案发生时 卡斯特都会出现在现场 所以侦破白岸的方向 又回到了一个 简单的问题上 何人会从凶案中获益 A案B案的被害人 都是中下阶层的穷人 他们的死 无法给任何人带来利益 而C案 死者卡麦克尔爵士的巨额遗产 已将随着 不久于人世的爵士夫人之手 落入死者的弟弟 弗兰克林的口袋 真凶 就是弗兰克林先生 他为了让C案 可以不受干扰 顺利实施 故意写作进行地址 延误了警方的巡查部署 之后又在地案中 尾随卡斯特 并在翻下命案后 将凶器偷偷地 放到了卡斯特的口袋里 赞赃嫁货他 而AVD三桩杀人命案 则只是弗兰克林 为了让自己 翻下的C案的动机 不被察觉 而设下了障隐法 伯罗表示 没人怀疑弗兰克林 他当然安然无事 可一旦他遭到怀疑 要获得罪证 也并非是难事 毕竟 抛开那些障隐表象 看本质 弗兰克林谋财的作案动机 也非常的明显 如今警方 已在爵士状元的壁处里 找到了杀人凶器 一根一头包裹着 鲜块的棍子 同时也有两个路人证明 在地案发生时 弗兰克林曾去过电影院 而且警方 也在卡斯特新城的 大营机上 发现了弗兰克林的指纹 如果弗兰克林 真的是清白无辜的 那么那台打字机 他应该从来没有碰过才对 铁正面前 弗兰克林 对自己的罪行 工人不讳 警方已将其逮捕归案 好了 本期视频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 对于我解释的 阿加莎作品感兴趣的话 就在公屏上 打上讲看儿子 点赞超过五千 这个系列的作品 我还会继续有大家解说 希望大家多互动支持 敬请期待